是物種的形成的機制 所以他就在討論 聚演化 我怎麼透過演化的過程 讓一個新物種產生 他要討論是比較大的演化 叫聚演化 我們看看 整個演化的過程 物種的形成叫聚演化 所以我們要討論物種是如何形成的 他的機制為何 可是在討論這個主題之前 要先定義一件事 你所謂的新物種是什麼意思 一定要把每個名字定義清楚 什麼叫新種 什麼叫物種 你物種如果沒有定義好 我怎麼知道那個物種 跟這個物種是同一物種 還是不同物種 好 所以我們把物種的定義 也來瀏覽一遍 因為這個在基礎生物學過了 早期的物種定義 完全是比較外部形態 這時候的觀念叫做 形態種概念 透過外形的比對 你們長得好像哦 你們就同一種 你們長得好不像就不同種 早期用外形的比對 那時候叫做形態種概念 這個概念當然有很多問題 很多生物其實是同一種 但是你們以為不同 例如熊孔雀跟齒孔雀 長得差很多啊 卻是同一種 只是不同性別長相不同而已 好 所以在1942年 有一位科學家叫梅爾 他提出生物種概念 或叫生物種定義 這個定義就很熟悉了 他說你要判斷生物是同一個物種 請依以下的判斷依據 第一 有沒有特徵相似 如果你特徵差很多就不用比了 如果特徵差太多 他也覺得不太行 所以第一個前提 你不能長相差太多 好特徵相近 並且在自然狀態下自然交配 並生殖出有健康能力的健康厚大 好所以你們以前聽到的 大概是後面這一段 就是 自然交配並生殖出有 生殖能力的健康厚大 符合這個你就是同一物種 若不符合就是不同物種 所以在物種的新演化出新物種的過程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子的定義來判斷 新物種是否產生了 若產生的新物種 他跟舊物種無法自然交配 並生殖出有生殖能力的健康厚大 那就是演化出新物種了 好 可是這樣子的生物種定義 當然很不錯 有新的一個概念 新的 這個判斷依據 可是他還是不能包傷包害 有一些例外的例子 這邊的舉點 很大的例外 第一個叫too little sex 太掃興 你說要能自然 環境下自然交配 很多生物是不交配的 那我們先舉個極端的例子 有一種生物叫做自行輪蟲 他本來是有公有母的 他可以自然交配 所以可以用生物種定義判斷 but大概在1億年前 他的熊蟲完全消失 目前只剩雌蟲 那雌蟲怎麼繁衍 孤雌生殖 他們不交配了 直接自己就 軟就開始發育 形成個體 他們不會交配 所以你沒有辦法用 自然狀態下可自然交配 並生殖豬有生殖能力的健康後代 這樣的定義來定義 我根本不交配啊 好這是第一個 那當然有多極端 像細菌也是啊 細菌沒有有性生殖 他們不交配 怎麼辦 你也沒辦法有這個定義 另外化石中也是啊 萌瑪像跟非洲象同種嗎 他們現在不能自然交配了 因為萌瑪像全部冰在 有洞塵 或是變化石 所以很多生物是沒有辦法 用自然交配來做判斷 所以這叫2-little-sex 他們根本沒有交配這樣的生活史 好 所以細菌啊 化石種啊 還有一些很特殊的生物都是這樣 所以可見 生物種定義完全是for動物服務的 有發現嗎 因為當時的沒有其實就是觀察動物 由於是鳥類做出這樣的定義 所以植物學家跟微生物學家 會覺得這種定義根本不能用 只有動物可以用 好 像現在植物的分類 還是用形態種 用外形 或是在服役一些 染色體的數量作為證據 他們植物沒有辦法用生物種定義 好 他就是那個雜交太複雜 too much sex 他的交配太亂了 所以很多植物 明明可以互相交配 可是怎麼看都不同種 因為染色體的數量 是套數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認為他不同種 但是他可以隨便雜交 這叫做他的性生活太亂了 那主要是以植物 那植物我們在本節的最後 會提到植物的雜交有多亂 所以植物雜交太亂了 沒有辦法用生物種定義來定義 目前植物主要還是以形態種定義 為主要的判斷方式 好 以上我們把 什麼叫同一物種的定義講清楚 早期是形態種概念 現在叫生物種概念 由梅爾提出的 好 所以先了解 什麼叫新物種 什麼叫物種 我們之後再講物種形成的機制 就會用這樣子的條件去判斷 你演化出新種了嗎 你可以跟羽然的族群 無法自然交配 或是無法生殖出的生殖能力的 先後代嗎 作為新物種演化出來的一個判斷依據